中国经济发展备受全球注目 据中国官方全媒机构统计 中国2017年GDP总值为82.722万亿元 较2010年41.3万亿元人民币多出一万亿元 也就是说在短短7年时间里 中国GDP整整翻了一倍多 据美国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9.3868万亿美元 合计人民币122万亿元 但从数据显示 美国比中国将近多出40万亿 较较2010年19.964万亿美元 增长了4.4万亿美元 然而美国在这7年里 增加了三成股位 有人分析认为 以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度 超过美国称为世界第一大 经济体积极的时间的问题 而美国面临人口老龄化 出生率低等问题 因此美国多年积累的优势 将会一点一点被瓦解 中国人精消费指数不断增长 产业也在不断增长升级 经济回力比美国更加强劲 据美国媒体报道 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化 中国将以特色的前途 和方式进一步开放自由贸易市场 中国一带一路发展蓝图 与冰上四手之路计划 势体会让更多国家收益其中 从而开吊出一个 新的经济发展体验 中国经济数据 向来都是以季度的方式计算 这也是最合理的方式 2017年中国GDP年前平均增长率 在前三个季度 已经达到6.7%的总体目标 中国为了营造 更加健康安全的经济环境 在2017年 中国就决定将经济增速预计 控制在6.5% 很多西方国家 抢卸中国的经济增速放缓政策 不过中国让他们愉愿 是不可能的 然而 2008年中国将继续维持 经济增速放缓策略 预计将同2017年一样 控制在6.5% 这是中国经济专家 为中国经济发展 量身定制的一个数字 这是一个重磅消息 中国为何突然宣布 北斗系统 同美国的GPS 进行如此重大合作 真相揭开 让国人骄傲 详情请关注 微信公众号 强阔军事 回复北斗 了解详情